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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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中了槍, 為何不告訴我 這混蛋想殺你, 我不想哄你 但我對他始終是念念不忘 所以我到處去想散心 希望可以慢慢放下這件事 你沒有錢, 你跟廢物沒什麼分別 你好了, 你再叫我廢物 你敢說自己不是嗎 因為我欺負你, 那你滿意了 不要當生生來傾四人 食物中毒? 好痛 好痛 他們中了什麼毒?這麼嚴重? 師父, 我教你不要再按, 行不行? 真的很痛 我按了這幾個穴道是幫助你治癢 你是不是想腳底不痛? 那你貓在廁所裡, 癢得你失彩 你怎樣怎樣, 師父 不行, 又來搞肚 好, 忍住 師父 癢藥幫好了, 豆酒嗎?分給大家 大師兄, 我也幫忙 不用了, 你忙了一整天 這裡有, 跟豆酒就行了 好 怎麼樣?番薯? 我的肚子很痛 還站在這裡, 幫忙吧 戀腳還是吃藥? 不用了, 你先餵番薯喝藥 要 究竟你們還用什麼毒?不要惹我 最壞的是你 我現在連番薯都吃不了 你們還關我什麼事? 我不是吃了你這個爛鬼披薯 弄得我們餵到七彩嗎? 我差點連孩子都餵出來 有什麼凍我的頭髮, 怎麼怪你? 你們不要蠻蠻蠻蠻 你們一定關我披薯的事 我看你們平時吃得很淡 才請你吃披薯, 這樣也不對嗎? 那可能不關軒少爺的事 可能最近大家吃得很清淡 所以腸胃不適應, 就會這樣 不是, 又不見我有事? 別說你們餵食吃得太多 還在這裡說風涼說話 人家都是想幫你慶祝 給你才吃那麼多 難得人家娛威一番刺 真是很應該的 不過可惜, 結果樂極生悲 幸好我這個書家可以逃過一劫 世事野真是禍福難料 怎麼也比你還好 在這裡叫對手行哉樂樂, 書家 別吵了, 同學之間出事 大家互相照應 對了, 師父 Otion, 你還沒吃藥 來, 我幫你, 我餵你 不用了, 我自己來就行了, 謝謝 不知道是不是忍著忍著 我也好像有點痛 爸爸, 捏腳 你不是在白糖嗎? 要不會有我的練酒地按摩 不用了, 你老人家自己慢慢捏 快點 小女兒, 你怎麼樣?還要摸得很厲害 還有一點 我再摸一次應該摸清摸淨了吧 什麼叫摸清摸淨?那邊不能摸 你記住, 你以後去廁所要小心點 你的肚子很值錢, 值五百萬 行了, 我死都忍著保住你的五百萬 行嗎? 我只是提醒你, 小心點 師父, 進來吧 師父, 找我們有事嗎? 是呀, 這次集體食物中毒 情況比較嚴重, 避免交叉感染 你們兩母女都中了招 最好留在自己的房間裡 這幾頓就屈臭一點 吃點白粥, 清清腸胃 但要師父親自送粥來, 怎麼好意思? 我順便而已, 寶寶, 怎麼樣? 好一點嗎? 多謝師父關心 休息了這麼久, 好好多了 如果你們倆有什麼特別需要 儘管跟我開聲就行了 我們上來武當山這麼久 一直照顧我們 我們不好意思 謝謝真的 緣分的事很難說 我來武當山這麼久 從沒試過有人在我宵如居那裡 安胎生小孩 可能我跟她寶寶很有緣 寶寶, 將來如果你有機會 帶她寶寶上來武當山 無論學功夫也好 或者度假也好 我一於免費招待你們 你們有沒有看到那個 那個山卡拉寶寶, 看上去的粉 成呎厚, 很動算 我小時候不知道 那個什麼山卡拉寶寶 在我們年紀界已經是長者嗎? 不是 不是, 以為只能長小顆 蓋上粉, 假裝年輕 好像她那個年代年紀 不是上了案就人間蒸發了 只有她在地球轉而已 住在跟我們長生業 真的不知道這個醜字怎麼寫 我看她, 連腦子也不知道怎麼寫 女人, 你記住 你這次能不能回家 全靠我吟箭導演 你待會記得說什麼嗎? 媽媽, 你放心吧 我自己點燥 你好, Wilson 你好, Wilson 好, 好見 真好 Wilson, 知道你威了 最近你的身體 進了藥光康來演展 恭喜你 謝謝, Wilson哥 入圍而已, 我經常都入圍 拿掌聲恭喜我吧 Wilson哥, 大家這麼熟, 我也不繞圈 最近Baby應該撿新照 裡面有很多新的造型 所以我第一時間讓你過目 看你下一個新戲 有沒有遇到Baby去睡 我長大了 我可以持有些比較成熟的角色 性感一點也沒問題 我怕 你也說了, 大家這麼熟, 無謂耍你 這次你給了多少錢 我都不會幫你的Baby 為什麼?你是金牌導演 你一定可以捧我的Baby 對 就算我有神級的導演功力 也要你的Baby有本錢才行 你的名字叫Baby, 你今年貴更 BabyFat你也有 以前我可以推銷你什麼青春可愛 我的小女兒是什麼?中女嗎? 如果我們賣錢出來的老闆 都會找些貨真價實的小女孩 人家又便宜又聽話又有新鮮感 要多好身材有多好身材 這樣, Wilson 如果你覺得Baby的身材不夠 我可以馬上帶她去韓國 幫她升級 算了吧 人家只會覺得Baby是娛樂圈 那隻打不死的蟑螂 只在這裡睹眼睹鼻子 我升個好招給你 趁你還有知名度 趁我有錢人嫁了她 搞這麼多事幹什麼呢? 你不要看他們人人都穿得鬼五十六 這樣也掩飾不了他們金龜小的紛紛 媽媽, 真的要吊金龜嗎? 這裡隨便吊一隻金龜 也要救你和媽媽過下半世了 那邊有大男丑羅家軒少 那裡有大紅丑上海佬郭先生 來…這裡還有仙古鄧翁的書 那也要別人喜歡才行 那又錯了 因為你要記住 你自己最喜歡的是錢 因為錢可以帶給你滿足感 可以帶給你生活無憂無慮的感覺 大男丑在那裡, 還不快過去? 喝吧… 我是Shangela Baby的媽媽 可不可以和我拍照嗎? 是呀, 我最喜歡和美女拍照 來吧 這位女士 在這個星光燦爛的晚上 這位這麼可愛的美術來鬥士 肯肯和我這位晚餐夢遊 是跳舞的 剛才還沒介紹自己 我的藝名叫Shangela Baby 嘩 我們不需要知道今晚是誰 最重要的是 我是晚伏夢遊 你是我的四分門 我記得四分門和晚伏夢遊 都是沒有跳過舞的 沒錯, 你說的是一輯第22集 他們因為為了找藍水晶的公主 所以潛入了派對裡 你也有看嗎? 我每集都是追開的 因為他們有前世恩怨 所以晚伏夢遊俠 對四分門有一種刺塵相識的感覺 所以主動地唱個跳舞 然後華人就出現了 令他們差點跌下樓 幸好有晚伏夢遊俠 沒死救分四分門 那你記不記得結局是怎樣? 之後… 那個結局我忘記了 之後晚伏夢遊俠 就疼了四分門一頭 寶貝, 我相信你是我前世公主 難道你就是我的王子?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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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貝, 你再說一次 你聽不見嗎? 連你都說是迷你套來了 你說真的嗎? 當然是真的 難道我跟你說 美少女鬥士的劇情嗎? 你會來得這麼快嗎? 你想不認帳嗎? 好嗎? 那我去掉了 傻瓜 不是你的套 是Saver Moon 和晚伏夢免合的愛情結晶品 再說吧, 我家裡有很多錢 養了你, 養了個啤酒 也卻卻有餘, 你不用擔心 真的? 我答應你 以後你就乖乖地 媽媽, 你也挺捨得寫錢的 做個飛嫂也做過幾千元 這叫小財不出, 大財不入 現在去見未來趁家 當然要收拾一點 還有, 媽媽要吃粥吃飯 靠你了 趙先生、趙太太 你這樣說什麼意思? 分明要兒子不要娜 我們趙家在香港 都屬於有名如有地位 一年之中 都不知多少像你女兒的嬉兒子 小貼著我們吉普森 如果每次搞出人命 我們都娶她為趙家媳婦 那豈不太行? 你就是說我女兒 為了嫁入趙家而有心搞大肚子 那又不是這個意思 由始至終 我們都不主張吉普森 娶你的女兒為老婆 只不過這樣 她肚子裡的孩子始終是姓趙 好, 那我賠償五百萬給你 五百萬? 生女兒就五百萬 如果生兒子, 雙倍 加多五百萬 一…一千萬? 這次你們節省也行 那個寶寶是我的 你們出多少錢 我都不會賣那個寶寶 做單親媽媽一點也不容易 誰說我做單親媽媽的? Gibson跟我真心相愛 他答應我不會照顧我和寶寶 Gibson, 你說是不是? 寶寶, 你聽我爸爸媽媽說 現在不僅是我們倆的事 是我們趙家的事 蕭小姐, 雖然 Gibson做不到你丈夫 但是那個寶寶始終都是 Gibson 我們一定會很疼他 不用說了, 寶寶是我的 我終於不會問那個寶寶 你這麼中途沒用 很容易做錯決定的 好, 趙先生、趙太太 給我一點時間 讓我考慮清楚 盡快答覆你 媽媽, 我也不明白你 還有什麼要考慮才行? 我們趙家還在香港由頭有臉 要不要那些事都做得出 不結婚就不結婚 我不相信靠自己約人大寶寶 你以為現在是小煮飯嗎? 你有沒有看電視的嗎? 李麗珊說臭大寶寶 要四百萬這麼多 好的一餐是不好的一餐 媽媽, 你也臭到我這麼大了 司機, 別停車, 繼續向前走 媽媽, 為什麼你炒了基金 這麼大的事都不跟我說? 跟你說有用嗎? 你在銀行存款多少現金 我最清楚了 每個月賺這麼多, 花這麼多 自從搬到新屋之後 租金又貴了, 支出一闊三大 加上這幾個月就少了, 作為了 就打算進入高峰虛的基金 怎麼會這麼黑 黑得租金也交不到 看到業主也要掉頭走 租金也沒錢交了 當然要避免 還以為你可以介入豪門 做千億森號 誰知道臨滿一腳也要撒嬌 不要, 我們大人大姐 就說我一頓半頓無所謂 但是阿B出了一輩子之後 我擔心連買奶粉的錢也沒有 人眼眉得了 要不然我不要那麼簡宅 什麼鬼都接了 媽媽, 你現在都抽到我這麼大了 你以為做單車媽媽那麼容易 我有很多棉乾碎濕的新鮮事 都還沒跟你說 尤其是在娛樂圈 狗仔隊最喜歡橫創包 如果知道你現在還沒分生兒子 去日追夜追肯定會很麻煩 到時候你想留在娛樂圈也會懶 想當年, 要不是要生你 我現在在行館開了二十五周年的演唱會 我不做娛樂圈也可以轉行 你說, 做了藝人 這麼容易做普通人嗎? 我當年派了三幾個歌上台 每個人都認得我 我去見公司要不就說玩偷拍 要不就說我的工作一定做不長 還要生甚麼如果靠姐妹幫我 找回一份化妝組 又要看欣聲、嬉嘴臉口 現在出來社會做事 講學歷、講經驗 你怎麼跟我們爭 那怎麼辦? 你眼前唯一的出路 就是把B加回召家 乾手淨的袋五百萬, 慢慢撕 但不要這個寶寶好像很糟 算不算, 寶寶本來是姓趙 他回去趙家做少爺 怎麼好跟著我們做孤兒子 你相信我, 那個是我孫子 我也想看著他在趙家天天坐車 我不想他跟著我們天天逼巴士 是, 譚叔 你又發什麼神經? 我教授後輩和吃粟 為什麼我吃了少許淡漢的粥水 謙少, 別生氣 我看你食物中毒, 還沒康復 我特地叫廚房煮白粥 讓你們清理一下祥毅 媽, 你怎麼搞一搞還不吃? 一會兒會肚子餓 我的胃不舒服, 沒有胃口 你沒有胃口? 對了, 我這天反正都不吃得番薯 不如我送給你, 讓你開胃口 Mia, 胃口不舒服 吃番薯我更加肯定的 對了 Kent哥, 不如你吃完一個吧 這麼多?我怎麼吃得完 我吃一個就行了, 謝謝 是嗎?師傅, 那我們還練不練功? 既然你們還沒康復 那就停課幾天, 大家好好休息 知道了, 師傅 好… 也好, 大家休息一下 我吃飽了, 我自己去練功 保長, 請你吃 哥 又這麼勤力一個人在這裡練功? 廢話, 當然有練功 難道你跳舞嗎? 其實, 哥 不如你認真考慮一下跟我回香港 因為你這個病越早癒的話 好好的機會越大 其實你留在這裡 我就算讓你贏了全部人 你最後輸了一條命 那是什麼意思? 我告訴你 我跟你說過 你打贏我的, 我就跟你回去 不過你身子又弱 你有沒有功夫底 你覺得有可能打贏我嗎? 這個世界上是有奇蹟存在的 好… 或者嘗試接受我地獄式訓練 也許要做一點點機會 奇蹟 好…地獄就是地獄 十八層地獄我也去, 放過來 來 這個測試很簡單 只要你打穿水面 一拳打到水底 那你就過關了 你不是說真的嗎?這麼簡單? 有些事情看起來好像很簡單 但做起來不是那麼容易 你做得到才說 那你小心 是不是不是那麼容易? 我給你一點提示 你出拳力度可能有問題 慢慢摸一下, 做得告訴我 你看, 哥哥 你再看一次 你…你怎麼會這樣做? 哥哥, 你忘了 我考學技術的時候 我會拿A的 這個物理現象叫做非牛頓流體 形式二時候讀過 縮粉水會受到不同的壓力 而改變它的黏緊度 壓力越大, 黏緊度就會越厲害 相對來說, 如果壓力小 縮粉水的流動性又會增加 所以手就很輕易地放進去裡面 你明白嗎? 什麼? 你一看哥哥度得輸少? 你再嫁我一會吧 不是… 這些事本上的事都是空口說白話的 不過這樣, 這關就過了 我不是可以接受你的逆色分言前 你哥哥雖然倒輸少 但我做人有口齒 答應得過你的事就一定會做 教你就是教你 太好了 怎麼樣? 是否覺得太極好玩呢? 吐了一整天, 我想動動一下 這是什麼? 阿聰特地沖給你喝的牛粉 他說對腸胃有益, 趁熱喝了它 他說這些牛粉是家傳秘荒的沖法 我明明記得是孤兒院的院長教他 是呀, 媽媽 你們以前是不是很熟悉的? 不是, 當年我和你外公 去阿聰那間孤兒院 教他耍太極 但是你外公很喜歡阿聰 說他很有潛質, 叫我重點培訓他 阿聰就經常跟著我 但是你外公沒教之後 那幾年我都有跟他聯絡 寫生日卡、聖誕卡 但是阿聰離開了孤兒院之後 慢慢就失去聯絡 那他小時候是不是很頑皮? 不是, 他小時候很乖 他很有正義感, 又專師重道 你外公說一個雜母之人 最重要是武德 但是他跟那些小孩子 就是有這些分別 將來無論遇到什麼事 阿聰都不會變成一個壞人 就算不是一個壞人 也不代表你會是一個好人 其實有個秘密放在我心裡 沒跟別人說過 什麼秘密? 阿聰可能暗戀我 什麼?他暗戀你? 是啊, 阿聰小時候跟著我 他每天見到我就叫做小姐姐 事隔了這麼久了 別跟他說 明天見面, 他會很尷尬 好 Mia, 你說這次胃不舒服 我特地把牛粉給你 吃完後胃不舒服很多 什麼? 怎麼這麼大反應?你不喜歡嗎? 不是, 想不到大師兄 你竟然懂得洗牛粉 如果淡得淡, 我加黃銅給你 不過你先試完美 好… Ocean, 你有些胃痛嗎? 剛剛吃了藥, 你應該很快沒事 對了, 你多多吃幾粒 我怕你一旦出去, 胃還會很痛 Kelvin, 她未婚妻上來 現在外面一群高層 一個一個掌握她的鞋 Michael, Paul, Cindy, Amy, Candy 這位是大小姐 大小姐 Ocean, Stephanie, 過來 我介紹你, 這位是大山的千金 大小姐 大小姐, 我們參加其他部門 有錢女就是有錢女 走出來的, 連個小也不一樣 想起來 好像很久都沒看過這麼漂亮的日落 對不起, 我最近的新項目 都沒時間陪你 要是這樣, 我新項目完結之後 陪你日出也沒問題 你是不是真的當我什麼都不知道? 你所謂的項目 就是陪你那個未婚妻Anna 對不起, Ocean 你別誤會 我不是有心悶味的 好, 那我現在什麼都知道 你打算怎麼樣? 很困難 我跟Anna早就定了婚 要隨便說話, 跟她解除婚約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做好 好, 你不知道怎麼做的 我幫你做決定 我們分手 Ocean, 我對你是怎麼知道 給我多一點時間 我一定會跟Anna說 Ocean, 你要相信我 我只是喜歡你一個而已 我只會相信我自己 跟你一起這麼久 我從來都不想放棄這段感情 但我更加不希望自己是別人的第三者 你明白嗎? 我知道我一直委屈了你, Ocean 對不起 你不用跟我說對不起 遊戲一天還沒完結 我不會這麼快認輸 為什麼你會在這裡? 你怎麼進來的? 想不到Calvin認識這麼沒家教的女生 看見人家連招呼都沒有聲音 如果人家是有家教的 就不會沒問過人, 隨便進別人家 好, 隨便進去吧 我是光明正大地進來的 不像有些人要偷偷摸摸 做完不見得光的第三者 你到底想怎樣? 穿多貴的衣服也沒用 武器質就是武器質 我不複拿你來跟我比 不是, 根本不是我的層次 如果我和你都沒有帶鑰匙 你以為那個安保哥哥 會讓我們誰進來呢? 不過我也要謝謝你 一直以來幫了我一個這麼大的忙 照顧了Calvin這麼久 男人吃得A餐多 就會想嘗試B餐 試完B餐又想嘗試C餐 甚至乎有DEF餐 不過你別以為自己就是B餐 Calvin這麼機不擇飾 分分鐘排到Z也沒輪到你 你有多少資料, 一眼就看完 就像這間屋一樣 彈球袖手, 不管很醜 大小姐, 我不想聽你說那麼多廢話 如果你沒有其他話要說 麻煩你離開 你放心吧 這麼屈質的地方 多留一會兒也有失我的身分 對了, 這條鑰匙 Calvin以後都應該用不著了 現在趁早, 物歸原主吧 鑰匙就還給你了 我希望你懂得做 不要再霸佔那些根本不熟你的事 小花, 你出來吧 你真的在這裡? 我, 洗碗豬嬸說你出來餵貓 餵了一小時 以為你被貓擔了他 小花, 你還在裡面了 我想餵他吃東西, 但忍忌不肯出來 你快幫我救他 我? 你不是男人嗎?走吧 好 怎麼樣?小花, 現在乾淨了 是不是舒服很多呢? 貓貓, 你幹嘛這麼頑皮 捲到那個洞裡 我不是這樣的壞貓工 引你去省渠那裡 然後弄下去就拋下去 小花, 戴眼色貓 這個世界有很多壞貓工 不是時時刻刻有我的英雄來救你 怎麼了? 我胃很痛 看你的樣子, 胃痛痛成這樣 那看看醫生吧 不用了, 我沒事了 我替你急診室 都說沒事了 不如你多給我一粒藥吃吧 不如這樣吧, 我有家傳秘方 雖然委託很好 什麼家傳秘方?你騙我嗎? 你不是孤兒嗎? 我當然在孤兒院長長大 院長和Lokas像一家人一樣 後來院長搞了秘方, 知道嗎? 隨便吧 來吧 這是什麼? 是藥粉, 可以舒緩你的胃痛 很潔潔潔, 不妨好吃吧 你的港女兒真是閹沾聲門 苦口良藥, 藥粉一點也不會苦 總是忠言逆義 人就當補, 你就當草 好 一碗淡淡淡的藥粉而已 不用這麼多道理吧 你已經不看醫生了, 還想怎麼樣 快點吃掉它, 用不著我親自餵你吃 對了, 為什麼你無緣無故胃痛成這樣 我是醫生?我怎麼知道 根據我的經驗, 女人胃痛只有兩個原因 一定是熬得很辛苦 扶著想了出事 第二, 感情出了問題 心痛之餘, 弄得胃痛 好像很專業 是不是追求女經理? 你一向做事都很有憧憬 又硬正, 不像第一個原因 難道我口臭說中了?感情出了問題? 我認識了藍藍這麼久 還沒見過你帶兒子出來 是不是我的樣子很醜 要是見我有型有款自卑? 你知不知道這個醜字怎麼死? 你和男朋友一定有事 古古怪怪 救命, 行了…我知道 我知道你和藍藍很甜蜜 很幸福, 是不是? 我很替你們開心 但我的事你可不可以不要管嗎? 是呀, 我和藍藍是甜蜜 愛情一樣, 感情也一樣 但是人生有很多事是很重要的 看你把位置放在哪裡 我只知道你是一個膚淺的孤兒子 你突然說了這麼深奧的道理 我消化不了 沒有 你有心聽, 一定聽得懂 快點吃完這碗東西, 早點睡 明天我帶你去一個地方 讓你盡情發洩 發洩完後, 包裡什麼煩惱都沒有 還要治好胃痛 排隊 抓癱一點 你這個人不習慣, 只得著不少人 兩隻手五腳, Jun會吃飯嗎? 大力點 來吧, 大力點 拳手拳腳, 沒力氣, 用力點 三、二、四, 滾… Osh, 你沒事吧? 沒事, 先休息一下 好 我今天見你也挺有力氣, 是不是被人氣死了 我想大師兄這個負重訓練也挺有效 我看你今天這些獎也挺有力氣 睡不過一年, 有心折磨, 別提他 對了, 有一件事我想問你很久 問吧 你不是和Joe打倒嗎? 為什麼忽然會教他功夫? 不怕教會徒弟武師父, 他真的有機會惹你 有什麼好怕? 我想遲點沒命怕 你這樣說什麼意思? 沒有…我想因為可能上來武當山之後 每天吸收那些天地靈氣 個人前面墨花, 變得豁達了 所以打算把自己所認識的東西全都教給Joe 教得多少就只有多少 潛意物化 進來吧 Mia 鏘鏘姐 Baby, 我以為你不舒服 所以不出去吃飯 誰知道原來你只顧著在網上 讓我還特地拿一碗粥給你 我說了很久了, 我就知道啤酒不好 對不起, 我不是玩的, 要在忙的 媽, 是不是這張? 不是 你們在忙什麼? 我參加了偶像石林姐 出道二十周年的 淋粉佛兔亨比賽 只要找到石林姐出道二十年來 最早期的照片 我就可以贏到大獎 可以和石林姐共進晚餐 所以他不斷在微博和臉書上 在石林的舊相簿 看看能否找到最舊的照片 你們慢慢找吧, 我先出去 不…我找到了… 這張是石林姐的 藝園訓練翻拍的 這麼舊的照片我都找到 這次我還不肯贏 媽媽, 你覺得石林姐隔壁的人 有點熟口臉嗎? 這次像大師兄 你也覺得像嗎? 不, 難道大師兄和石林姐認識嗎? 那個月底月子, 中哥哥我一樣 你們也覺得像 我和媽媽一早就想拍出 石林姐隔壁的男孩子就是大師兄 你們兩個站起來 難道有什麼特別的關係? 是不是像一樣? 都像… 還不是… 你們幾個古古怪怪 是不是說我的壞話? 是不是壞話呢? 就看看中哥哥你們怎麼看 真的厲害了, 這張照片是鹹豐年 現在網上太厲害了, 什麼秘密都沒有 大師兄, 你是識石林姐嗎? 你讀過我藝園訓練班嗎? 是呀, 我小時候就少了功夫 就考了電視訓練班 但我覺得自己的性格不對 中途還是畢業就走了 我去做 聰伯哥, 你怎麼不讀下去? 讀下去, 侍弟也有你做 這也是其次 大師兄, 你和石林姐有什麼關係? 我看到照片你們站在一起 你們很親密 我和他讀在一間中學 我比石林姐高兩班 後來還不是訓練班同學 是年輕人很美女, 很多男孩追 我去, 你的意思是問我有沒有出門? 當然有, 我們幾乎還不是初戀情人 初戀情人? 聰伯哥到底怎麼樣? 快點過來聽聽, 我想知道 是呀, 你們後來有沒有開花結果? 你看你們多八卦, 我說幾乎 後來又不知為何, 無疾而終 我看人家傷心事還問 一點同情心都沒有 聰伯哥, 究竟真是假的? 聰伯姐, 你說清楚一點就好 我說一下你又相信 你這妹妹真是容易貪污 我也猜到我偶像石林姐 不會喜歡大師兄這種男名 我很差嗎? 不是, 我覺得大師兄不錯 Mia就懂得課了 看你扮得這麼開心 好多青青白白, 是不是? 明天早上課 寶貝, 送一張照片給我 好, 很有紀念價值, 我想結帳 謝謝 謝謝 石林姐, 最近網上的網民 對於你上一部劇集也有很熱烈的討論 大家都覺得你演起初戀那段情節的時候 相當真情流露 其實你在演這類型的角色的時候 有什麼心得呢? 其實初戀對於我來說是一件很遙遠的事 不過當我拍攝一些關於初戀的劇情的時候 的確有很多回憶 石林姐可不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你的初戀是怎樣的呢? 其實以前的我很大頭蝦 對於一些男生的追求, 我反而很遲鈍 所以我進了訓練班之後 才正式第一次拍拖 可能當時大家都不懂得怎樣愛對方 所以當時愛得挺辛苦的 其實我覺得初戀並不是大家 看電視劇裡面那麼浪漫、那麼甜蜜 反而我覺得好像很短暫 甚至乎還很傷心 聽你說起來好像很感觸 我相信你的初戀應該很刻骨銘心吧 其實一段感情這麼刻骨銘心 可能最終它不能修成正果 又或者關係我們年紀太小 也不懂得處理這些事 所以那段感情很快就無疾而終 當時我還很傷心 又會兩個都用無疾而終 來形容自己的初戀? 不是因為這樣你就去了美國那邊散心 我記得當時是九七回歸的前一年 當時我心情真的很低落 我根本不能集中去拍劇 所以我就決定去了紐約散心 順便報讀了一個演藝課程 充實一下自己 石林石,現在想回當時的決定 其實自己是否後悔過呢? 或者這麼說 如果沒有當時的決定 也沒有今天的我 所以我不會用後悔這兩個字來形容 其實這個世界上有得必有失 為了我的事業 我們以車國放棄了很多東西 對呀,為了你自己的事業 連自己的親生女都不要 你不要吧? 他在九四年加入訓練班 之後就遇到他的初戀情人 在九六年就生了我 很有可能我爸爸就是他的初戀情人 過來吧… 你這麼急帶我進廚房幹什麼? 大師兄,我想你教我沖藥粉 不知道為什麼我沖也沖得像一塊塊 你用什麼沖的? 杯子 用杯子沖當然可以開到一塊塊 開藥粉就應該用碗 碗子沖的 示範給你看 先用溫水開稀海 然後呢? 還用水沖下去 對, 一邊衝就一邊順著攪 攪到變虎狀為止 那就行了 這個方法是我很久之前的好朋友教過 只有他吃的 依依, 你說的那個好朋友 是不是你以前的男朋友呢? 你幹什麼? 很明顯他說的那個好朋友 就是你 Mia, 幹什麼? 你好像古古怪怪似的 沒有, 可能喝了大師兄 你洗個碗牛粉 胃舒服一點, 心情也好了吧 那你多洗點喝吧 知道 明媛, 能不能幫我拍個照? 沒問題 謝謝你 好, 準備好了沒有? 一、二、三, 下一個 可以了 謝謝你 不用謝, 請問你們也是到那兒旅遊的嗎? 要不要我跟夫妻倆也拍照 我沒有這個夫妻 沒有那麼漂亮的女兒 不好意思, 弄錯了 我們像兩父女嗎? 你幹什麼? 你幹什麼嗎? Danny 你說什麼?你幹什麼?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